用泡沫香繁殖石忽兰枝条 生根块成活率高 一盆变多盆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养上几盆花 那么石忽兰就非常的漂亮 它叶片像竹叶开花超级漂亮 但是很多花友就留言说 这个石忽兰怎么扦插呢 怎么让它一盆变多盆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石忽兰的扦插方法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泡沫香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泡沫香上面去给它 划上几个造型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弄好之后 我们截取一下石忽兰的枝条 截取的长度呢 根据这个泡沫香 我们修剪的这个长度 然后把截取好的这个石忽兰枝条呢 放在这个泡沫香上面 我们都依次给它摆好之后呢 这个泡沫香底部去给它放入水 水中呢 记得加生根液 这样呢 放到散光通风处 不要去给它曝晒 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这个枝条就能够生根发芽 十天左右 我们去给它更换一次水 防止这个水质变臭 等到三个多月之后 这个石忽兰呢 就能够长得非常的旺盛了 枝条呢 长出很多新的叶片 底部的大白根啊 呼呼帽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移载到这个花盆中 进行土培养护就可以了 这样呢 一盆啊 变多盆 喜欢的花友呢 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呀 下去再见